以后会介绍一下Microsoft Teams 里面的界面 当登入 Teams 之后 你会见到界面会是这样的 这里一格格是一个团队来的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是安装 Teams 而开了很多团队 而加入了你进去的话 就会在这里出现 这个方格检视 稍后会教大家怎样做一个列表检视容易去看 在左边你会见到一些工具列 分别是活动 活动里面包含了每个 Teams 里面一些通知 例如这里有些老师发放了讯息 每一次都有通知 就会见到每个 Teams 里面发布了什么讯息和资讯 这个是聊天 如果聊天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曾经交谈过会议记录 都会留在这里 你看到有9月份10月份的会议记录都在这里 刚才那个团队 就是检视你拥有的团队 包括你是老师 或者你是学生身份参加的团队 都会在这里出现的 作业部分 就是其实是一个要有课程才能够用作业 稍后会教大家怎样够用作业 如果你在课程里面开启了作业功能的话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交功课流程 到时你在网上教学的时候 就可以跟学生进行课业功课的交收 行事里面就会见到一些会议记录 如果你在课程中开个会议 无论是 Teams 里面的群组会议 或者一些公开的会议都可以出现 这里就会出现相关会议日期时间和内容 如果你学校是可以启用到一个Apps的功能里面 可以打电话的话 其实也可以透过 Teams 里面做一个快速拨号 如果你在电脑里面就用 Teams 的介面去做成拨号 用一个 username 就可以搜寻同学 就可以跟他们的电话沟通 或者是视像沟通 如果你用手机版Apps 除了用视讯之后 也可以普通电话这样打 原理好像WhatsApp WhatsApp Video Call 或者是一些Voice Call 都可以的 档案部分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在 Microsoft 里面 可以夹回你的 OneDrive 或者本身 Teams 里面 一些档案都可以上载上去 或者下载回来 就可以管理你的 Teams 里面 一些档案的工作 这里有三点 有些其他应用程式 例如 OneNote 例如 Polly 例如 Planner 这些其实就是可以在 Teams 里面 加一些 Microsoft 里面 能够认可的应用程式 这里可能有机会耍后续分享 我们主要集中在界面里面 好了 刚才就看到 最左边是一些工具列 中间就会显示相关的一些内容 而最右边最大部分 就是一些资讯 比如说 按档案就看到档案的资料 例如按团队的话 就看到团队资料 聊天的话 就看到聊天的详细记录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在这个 Teams 里面的 右上角 你会见到一个 icon 这个是一个 User Name 的位置 按下去 你会见到有个叫做设定 其实你这里可以选择 你是属于这个状态 线上忙碌 就是大约马上回来 好像开会 那样 好像一些社交应用程式 你可以转换你的状态 让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好了 这里有个设定 设定里面 你会见到很多版面设定 例如这里选择不同颜色 好了 刚才说过 我们刚才看到 Teams 是方格显示 如果我想把它变成 我们的叫做清单检视 方便去看的话 我选择清单检视 按了之后 Teams 就会不会一格格出现 你会见到 就会变成 一个团队里面 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出现 我建议老师 如果你是比较多 Teams 的话 用方格检视 就会不太 user friendly 我建议大家用列表检视 如果当你很多 Teams 的时候 就会相对容易管理